好 是從我們剛剛看到的是美國國會回應 蔡英文總統的這一個訪美外交的行程 不過南華早報也放了一個消息 他所放的話是說麥卡錫如果訪問台灣的話 北京希望賀錦麗可以訪問中國 沒錯 之前金銅時報披露的是說 我們蔡英文總統是到4月初的時候 會去加州跟麥卡錫議長見面 那同時會去雷根圖書館發表演說 那目前為止來說 這個行程大概已經證實了 不過現在又證實了 還有另外一個新的行程 那另外一個新的行程是3月30號的時候 蔡英文總統到紐約的哈德遜研究所 去發表演講 而且還要獲得所謂的 全球領導力獎的這個獎項 那實際上曾經拿過這個獎項 包括說像美國前國務卿的這個季辛吉 所以也就是說他先在紐約待一下子之後 然後到瓜地馬拉貝里斯 然後最後回來的時候 跟麥卡錫在加州見面 然後去雷根圖書館發表演講 所以等於說他這一次的這個訪美的行程 大致已經底定了 好那因為了這個他還不只是訪美 他還見得這個麥卡錫 剛才這個廷輝有提到就是說 《南華早報》有一個新聞就是希望說麥卡錫 如果真的有來台灣訪問的話 因為麥卡錫目前也沒有說他不要來台灣訪問 那如果來台灣訪問的時候賀錦麗要訪中 那就這樣來表示平衡 那為什麼會有這種說法 因為目前的中國外交部可以說是被上面的罵翻天嘛 那尤其是但是我覺得這個可能性是非常低的確 因為在1997年當時是中美關係正要開始升溫的階段 現在是完全撕破你的階段 有沒有必要做這種平衡呢 我覺得當然是可能性是比較低的 好那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最近一段時間來說 還有報導在麥卡錫這件事情 那到底要什麼時候來訪問台灣呢 這有人就說呢 可能會在今年的這個上半年 但是目前看起來的話 其實麥卡錫似乎是有對他周邊的友人說呢 他如果真的去台灣會見蔡英文的話 會不會有所謂的台灣大選的紛爭 他會被捲入 這個可能也是他擔心的一個點 不過看起來的話 他應該是有可能會訪問台灣 只是這個時間點到底在什麼時候不知道 但是無論如何呢 台美關係在升溫 那是無可避免的一件事情了 我們看到除了這個麥卡錫的問題之外 最近還有一個就是 這個美國的商務部長雷蒙多 那雷蒙多來說 他最近在會見這個相關的印度的相關的人員 特別是說他要去印度訪問 那去印度訪問的時候 他準備還要再去其他地方再去看一看 為什麼這樣說呢 事實上最近這個美國都拉攏了這個包括荷蘭日本台 台灣跟韓國等這麼多的國家呢 要來這個對中國的半導體進行一個封鎖 但是呢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這個美國是選擇到印度去 特別是說他們跟印度簽了非常多的這個備忘錄 然後合作發展的這個經濟 他同時也提到說其實印度是美國可信賴的夥伴 那尤其是印度在相關方面的這個軟體呢 或是說很多硬體方面來說的話 可以給美國帶來一個相對應的合作的這個機會 不過他也提到啦 他跟這麼多國家合作 特別說是跟印度合作來說 不是說要跟中國有所謂的對抗 他說不是要跟這個中國的技術脫鉤 他說只是呢我們要進一步的圍堵他 防止這些可能被軍用或是說可能會影響到 美中對抗的晶片的技術流到這個中國去 那特別是要保障整個盟國的這個國家的這個安全 所以看起來的話 其實美國一方面在拉攏的時候 其實當然都是要跟中國脫鉤 但是他們表面上都沒有這樣說的一個狀況 就是說啊我們其實是謀求競爭 沒有要跟你這個脫鉤 但是事實上就是在做一個脫鉤的這個動作 好那除了這個之外 因為這幾天大家關心的就是習近平的 這個兩會結束之後 那現在呢已經確定了人事案 包括說像總理李強啦 那王滬寧要接任這個全國大陸的這個 中國大陸的這個全國政協的主席 那事實上大家都注意到王滬寧這個人 為什麼 因為王滬寧他其實是三朝的國師 包江澤民的這個三個代表的論述 那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 還有習近平的中國夢 其實都是出自於王滬寧 那他現在接任這個全國政協主席之後呢 就有人說呢未來可能對台的論述 或是對台的這個總方針呢 可能他會有相當大的這個做 這個發揮作用 那一般預料來說的話 這個中共二十大所謂的新時代 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的這個方向來說的話 他會車重所謂兩岸交流 還有跟台灣各黨派的這個政治協商 努力推動所謂的一國兩制 還有台灣方案等等的問題 所以未來可能在整個對台論述 或是對台政策上面來說 王滬寧會扮演一個相對應的這個角色 好那除了王滬寧之外 事實上這幾天的時候 美國的這個情報官員剛好在美國的國會作證 他就提到說其實不希望台灣爆發這個台海衝突 那這時候中國的外交部發言人就說 這是我們中國人的事跟你美國無關 好那除了這個之外其實有兩件事 一個就是美國現在警告 我們知道美國已經很多科技封鎖 他現在重新在警告說 中國在綠能的發展 可能會對全世界造成一個壓力 我們要好好重視這個東西 另外一個就是德國最近也發表了一個研究 他說萬一這個真的中國入侵台海的時候 德國或是西方的高科技公司 可能要更加幅度的對中國施壓 這樣的話可能會以這個減少中國侵犯台灣的打算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實從一開始講的這個經濟學院 到目前為止來說 其實全世界在因應所謂的中國要入侵台海的問題上面 都有相對應的政策跟方法出來 然後我們在請到某個距離看 稍頭下,再讓你們看一下 那下一個鮮的風格 我們要把社會人打開